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来为各位报道的 就是民国六十来年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 民国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八号中美断交 在我们国内造成一股相当大的震撼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国所有的这些国民 大家共同分道 所以才今天有这个成绩 可以说在阿秋年我们应该算一个经济的王国 所以我们今天为了我们自己的拍拼 我们的成功来 我们拍一个拍拼给大家摇摇一下 明文六十八年郭小庄小姐成立亚英小籍 把五国固有的传统戏剧文化 更进一步的带向国际化 同时也把这项历史悠久的表演艺术 重新的包装赋予他新的生命跟活力 也就是希望民众能够重视这项国粹 在民国七十年 行政的义长孙义长孙玉贤先生 他呢 他就要来担敬我们的社会风气 所以呢 决定这个电动玩具呢禁止 买买和禁止製造 那个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业者的分分的改导改行 开始来製造电脑 由于这项规定的实施 也渐渐的造成国内电脑业的兴起 还真是一举两得 在这个民国啊七十三年 美国的这个素食业来充满国内 哇 这个素食业的专业到够了 开始真的不简单 一星期的这个营业 可以说驾死人 忐忑到人都要攻击 所以呢 由这点可以证明说 美国的亿生会不会喘爆 这是因为在素食 他能够强调快速方便卫生 所以在现在这个讲究时间的工商业时代呢 所以造成了一股热潮 文明啊 像我们两个现在在报告新闻 到现在还没吃饭对不对 但是你来看看啊 没问题 我们稍等 来来去素食店 秦才买一下 看要逛街都吃得那么简单 对不对 哈哈 嘿嘿嘿 我们现在在报新闻啊 那你把压力压得不够出来啊 那 那我现在报你先死了 那我识了再到你 到你这了 好 那我现在再继续报道新闻 民国七十五年 大家乐赌风日渐猖狂 每次只要一道爱国奖券开奖的日期呢 各行各业就产生了代工 甚至还有休业的情形 这不正常的社会情形啊 就层出不穷 造成许多不平不方便和后遗症 比如说电讯不通啦 自杀人口增加 还有经济犯罪案增加等等 这些荒唐现象 真是让人啼笑皆被 不只这样啊 你看最要紧的有一件事 你没法看到 那像我两台机车在外面烧箭啊 人已经躲在肚子上 要死亡用腰酸啊 结果呢 没人去救救我 那怎么了 大家为了告诉你 看看他哪一片的 看有什么名牌出现吗 这样呢 有这种人啊 有咯 哪里没有 我就是这样嘛 算了 算了 你知道错改了也就好 不要像有些人 已经空了好几次鼓了 还要继续闻 什么啊 还有这种人啊 如果说鼓子还要在地拼 那也没说 我 我都是这种啦 你啊 不要靠 别靠 我们两个爆发质 别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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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外景记者 为我们各位采访一段街头报导 大家乐的歪风几乎影响每一个人 本台记者就在现场为您访问 第一位经过我们面前的侍民 我想小学生受大家乐的影响不大 我们还是等下一位 谁说的 小朋友难道你知道什么是大家乐 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大家乐 我为什么不回家 难道你爸爸妈妈去签大家乐不管你 才不是啦 是因为怎么样 我每次考试的时候 他们都好啰嗦 就跟我讲说考试 但是你不准考一百分也不准考零分 他们是关心你的成绩吗 不是 我爸爸说我签大家乐 一百一零零只有一支 那签特别是不会中的 最好要要两个分数的 真的好辛苦 我每天吃饭的时候 我爸爸都会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们是因为怕你吃得太快 怕噎到 不是 我爸爸吃到看我还生几粒米 我妈妈更糟糕了 每天在我睡觉之前 还跟我喝三大杯牛奶 你妈妈真的很疼你 疼我才不是 她是要看我每天晚上尿床 那个土乱拆明台 真的很辛苦 当然 小安啊 你得考几分啊 我爸爸来了 我先走了 不要跟我爸爸聊 小安啊 考几分啊 这是本台记者在现场为您做的采访 所以呢 这个割轿的海市人 所以千万呢 不肯割轿 民国七十六年 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 并且开放党禁报禁和大陆探亲 这一项的宣布已请相当大的回响 当一年呢 在这个立法年啊 所有立法都会玩呢 有时发生烧帕的现象 谈是说担这个卖股啦 还是说这样烧Q啦 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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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怕啦 哎呦 真精彩啊 十月 因为受到国际股市的影响 造成国内股票市场点数大幅的滑落 它的降幅达到百分之七十一 使得一些玩股票的人呢 措手不及 灾情惨重啊 不过呢 到今年的这个七十七年呢 这个股票常常去 常常去 会说起到已经最闻半了 已经起到这两千点 哇 那股票一样去 大家的心情就好 那股票一样 大家的心情有更加弱 哎呀 所以啊 到了九月底 政府宣布 在明年开始征收股市的交易税之后呢 股市又是一般的大波动 投资着人心惶惶 所以呢 这一年中间 我们社会所有的这些风气呢 都对这个股票去掉啦 股票如果去 每一个人呢 哈哈 大家就笑笑 股票如果一个人呢 大家的蜜蜜蜜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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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从民国三十四年到现在 我们国家社会 虽然经过了许多改革跟波动 可是现在 我们却仍然过着非常安定 而且富裕的生活 除了全民团结努力之外呢 我们政府正确的领导 也是造成国家富足 最主要的因素 我们四十三年的 所有的这个新闻的 这个非国 跟这里过一段路 希望各位呢 我们以医情所受的这个经验 来自己努力打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